这次迪连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话语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庄马 本期的主要新闻有 达赖喇嘛尊者 持续在拉达克展开参访行程 达赖喇嘛尊者和 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 祝贺新当选的印度副总统 司政编发自然出席 西藏文化专家级会议开幕式 印度国会西藏论坛 与远藏团体召开会议 讨论西藏议题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尊者 于8月7号上午 历领印度东北部 拉达克列城近郊的 索囊林藏人社区 在当地的西藏儿童村学校 向数千名森属藏人和学生 发表了讲话 达赖喇嘛尊者 在向当地藏人民众 发表讲话时 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 导致他和数以万计的藏人 在流亡印度寻求庇护的往事 并强调虽然时代在变化 但真理将一直占上风 因此尊者呼吁藏人民众 要保持坚强 维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的传承 本周三8月10号 达赖喇嘛尊者乘坐直升飞机 迪达拉达克的林解寺 出席了在该寺举行的 夏季法会的闭幕式 并向与会僧俗民众 享受了格西郎日堂巴 所著的修行巴诵 并在法会上强调了 在学校和寺院中 学习佛教哲学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 于本周四8月11号上午 抵达拉达克的藏斯卡地区 受到当地民众的隆重迎接 尊者在抵达藏斯卡的行宫后 会见了当地各界政要和民众 并在发表讲话时强调 在喜马拉雅地区 保护和发扬藏传佛教的重要性 尊者从今天8月12号开始 为当地民众传授为期两天的佛法 此外 在加格迪普丹哈尔先生 当选为新一任印度副总统后 西藏精神领袖达拉朗默尊者 和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 相续在本周致函祝贺 达拉朗默尊者在贺汗中 向当选的副总统致以良好的祝愿和祈祷 并表示以副总统长期以来 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 必将能够成功地 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服务 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 看部索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 市政编巴次人 也代表西藏人民向印度新当选的副总统 加格迪普丹哈尔先生表达祝贺 另外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 于本周三8月10号 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了一场 为期两天的西藏文化专家级会议 讨论流亡中西藏文化的现状和未来前景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巴次人 和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 沁美次阳女士 以及23位流亡藏人社区各领域的专家 学者和艺术家等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 司政编巴次人在开幕式上致辞时 主要谈到了保护和发展西藏传统文化和艺术 以及维护西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习俗的重要性 并着重强调尽管流亡海外的藏人数量正在激增 但印度和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将持续发展和改善 司政还提出了通过引进旅游业来维持各藏人定居点的建议 强调这将有助于流亡藏人社区的长期发展 以及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 使西藏的语言 宗教 文化和艺术能够传给新一代藏人 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七梅次阳女士在发言时 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 并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政策 使西藏不断地中国化 导致西藏境内的局势更加恶化的同时 西藏文化面临边缘化的困境 因此宗教与文化部发起的西藏文化发展计划 将召开数次这类会议 以期促进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印度国会西藏论坛与上周三8月3号 在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与印度远藏团体 西藏运动核心小组成员召开会议 讨论和审议如何加强推动西藏自由事业等一系列问题 印度西藏运动核心小组全国召集人 任清刊桌克里美先生 在欢迎与会各界政要的同时 介绍了印度西藏运动核心小组 印度各地的支持西藏团体 达莱喇尊者 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各项情况 印度国会议员该论坛召集人 苏吉特·库马尔先生 则介绍了印度国会西藏论坛的运作情况 并谈到了印度国会与2014年通过的 流亡藏人社区复兴政策 并阐述了西藏难民和各藏人定居点的福利 以及表达了对西藏生态环境的保护 和达莱喇尊者的转世问题等方面的见解 与会各界还讨论了加强印度国会西藏论坛的各项工作 并建议不定期召开论坛会议 同时呼吁印度各地的支持西藏团体 进一步加强在西藏问题方面的工作 各位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与了解更多有关西藏经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下回